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iOS讲座 首先,先让我们感谢HPX社群创办人蔡明哲先生 蔡先生有一句话要对我们说 他说,面对多变的未来,记得要保持着好奇与勇气 就会让你获得更多的乐趣 然后让我们在这里谢谢蔡先生 接下来是我今天要为大家进行讲座的主要架构 然后首先,我会先介绍我自己 然后我会说说一下我们的学校 然后我现在念的科系 然后也会稍微说一下我最宝贵的一些课外活动经验 然后对于乔生同学来说 可能大家会想要知道一些留学的资讯 我会主要放在我的经验坛的部分 再详细地告诉大家 然后最后也会有一些我的心得跟收获感想 接下来就敬请期待吧 然后首先我要先跟大家自我介绍 我叫李庆卫 然后我会接下来的几种语言 例如说我会英文 然后我会马来西亚文 然后我会中文 还有因为我小时候呢 是来自广东话的家族 所以我也会一些广东话 可能说的不太好就是了 其实我想说一下这张照片 然后这张照片呢 我到了台东的一间民宿去玩 那时在跟我的家人进行全台的环岛旅游 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羊的时候 我就很开心的 过去 有羊耶这样子 然后 我在拍完这张照片之后啊 其实下一张我就不小心被那个羊 偷偷咬了一口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刻 然后每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啊 其实我都会觉得 内心涌起一股非常开心的感觉 我不知道他开心什么 可是我就把这张照片放在我的影片的一开始 然后让我自己不要那么紧张这样 好现在深吸一口气 我们再继续下去吧 然后我觉得我的名字呢 就是一个恩赐的名字 然后里面包含着我父母对我的期待 我爸爸妈妈一直很希望 我可以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例如说他叫我庆卫嘛 庆卫就是有水 然后胃部是有草字头的 他希望我像水跟像草地一样湿润 然后可以获得很多不一样的 可以容纳不同的资源 然后也能够提供可能路过的人 有良好的水源 然后有干净 然后可以舒适 可以休息的地方这样子 然后很多人都说我的名字很漂亮 然后就觉得我爸爸妈妈 从我出生一开始的时候 就赐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名字 让我健健康康的成长到了现在这么大一只 然后我觉得每次想回来的时候 就觉得我真是一个充满幸福 然后充满恩赐的一个人 现在呢我带着爸爸妈妈对我的期待 从马来西亚了 从马来西亚到了台湾这里念书 然后也会时时刻刻提醒我自己 我现在是以马来西亚人的身份来到这里的 所以我一定要更加的努力更加的加油 不能够让我的家人为我担心 然后我说到嘛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人 那请问 是不是会有很多人说 那你啊 那你是马来西亚来的哦 那你是不是马来人啊 其实不是 如果我们马来西亚人彼此称呼的话 马来人的话 我们会称 我们会主要称呼马来西亚的一些原住民 或者是援助土著同胞等等的 的民族 然后他们的肤色可能会稍微跟我们不太一样 然后如果我们彼此之间称呼呢 我们会称呼我们自己为 我是马来西亚华人 大家要记得哦 我是马来西亚华人 然后我现在在台湾进行 留学的一个学习这样 然后我其实是来自Johor的朋友 当时我在Johor 我在Johor 我在Johor 其实住了很多很多年 然后我的妈妈的外家 在吉島 所以就在嗑的啊 然后每年的新年 或者是 马来人新年的时候 就是有比较长的假期的时候 我们都会从Johor那里 坐车 然后坐南北大道 一直到嗑的啊 所以就很长一段路 如果是马来西亚的朋友 一定会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有台湾的朋友 想要来马来西亚玩的话 也非常欢迎 马来西亚真是一个非常好吃 非常好玩 然后人民也非常热情的地方 讲到热情 讲到热情的话 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我们自己非常热情呢 除了真正热情的地方之外啊 其实就是马来西亚的食物 可能会比较辣一些些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吃辣椒 可能不是每个马来西亚的人都这样了 可是我自己本身非常吃辣 非常喜欢吃辣椒 然后你们也可以看看 这张照片呢 其实就是我妈妈 在我这一次 呃 两个月前回家的时候 为我准备的特制辣椒酱 然后现在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喔好想吃喔 这样我肚子又饿了这样 好 然后 呃 接下来的话 你们从一开始看到现在 你们会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觉得我在镜头前面就一直 自己跟自己讲话 然后自害了很久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 因为 我不怕蟑螂 好先把那个蟑螂图片 先隐藏起来 然后让大家不要呕吐这样 呃 为什么我会不怕蟑螂 其实是有一段小小的故事的 可是我待会再跟大家说 可是女生不怕蟑螂这件事情啊 其实我相当引以为傲 不然我就不会再坐在这里 分享给大家知道了 哎呦张浪没什么好怕 对吧 对吧 嗯对吧 越说越兴许 然后接下来 呃其实我呢 我自以为自己 其实是一个非常愿意 进行多重尝试的女生 我觉得我在生活中 或者是我在面对一些 新挑战的时候 我其实是充满弹性的 我不会因为我认识到的这个东西 跟我原本过去的经验不太一样 就卡关了 我会非常愿意进行各种不一样的尝试 而且我不太怕失败 最近我在台湾呢 深刻感受到一点就是 我们需要在压力下 学习怎么样关怀别人 嗯我发现我自己虽然 对我虽然我虽然愿意尝试 可是当我在做一些事情 我非常压力的时候 我会开始将自己的怒气 可能迁入到别人身上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不好的 然后所以近期之内 我有好好在学习 怎么样在压力下来能够学习 怎么样关心别人 然后让别人也能够 在跟我相处的时候 保持着愉快的心 然后最后呢 是我一句 至理名言吧 就是我相信啊 教育是改变一个人最快的方式 不管我们面对了怎么样的事情 或者是那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人 我们在跟他相处的时候 请都不要带着有色眼光看他 或者是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机会 或许 或许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就可以完全的影响一个人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然后我也想说我是一个大自然女孩 怎么说呢 其实我非常喜欢户外活动 例如说爬山啊 或者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在过去经验当中 其实我家人也会常常带我去 可能红树林 或者是马来西亚的一些 好山好水的地方 然后让我接触不同的大自然 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 其实也是无形养成了 我非常勇敢探究 就是四周围环境的一个人 然后也影响了可能我对于未来的一些规划 对于未来生涯的一些规划 嗯 然后其实我也想偷偷跟所有在看影片的父母亲说 嗯 我觉得啊小朋友在小时候的时候的 嗯 的变化 不是不是 应该不是说变化是 嗯 的发展其实是非常多元的 然后可能 嗯 来自不同国家的父母 对于教育上都有不同的见解 例如说可能 马来西亚的父母可能会觉得说 啊不行啊 你现在一定要先把你的书好好念完 可是我觉得其实不一定耶 因为这个社会中已经不是 读书至上的社会了 这个社会共享的资源越来越丰富 然后每个国家接触到的人 跟或者是我们可以从学校里面 或者是从家庭环境里面得到的资源都越来越多 我希望父母啊不要限制自己的小朋友 可能往自己喜欢的领域发展 相信如果大家有更多开放的经验的话 说不定就可以获得不一样的人生哦 呃对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除此之外 我要先跟我的爸爸妈妈说一声谢谢 因为谢谢他们在我成长的经历中 一直给予我很多很多的支持 然后一直给予我很多很多的爱 然后一直都非常相信我 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 有一次在做电脑报告 那时很晚了 大概凌晨三四点了吧 然后因为我的报告一直都做不完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睡觉 一直在电脑前面那边一边度估 一边在做报告这样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是 我爸爸从他的房间里面推开他的门 他走出来 我以为他要骂我了 所以我很担心 就想哦 我东西还没有做完 我不是故意不去睡觉的 可是我爸爸走过来 然后他就摸摸我的头 他就跟我说 女儿啊 我知道你的功课还没做完 可是如果你要到这么晚都不睡的话 你知道这样子对身体其实不太好 可是爸爸也不会叫你现在就去睡觉 你要那么晚才睡 你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这件事情可能 对我爸爸来说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他讲了这话可能就忘记了 可是对我来说其实影响很大 我就发现即使我长大了 然后我爸爸妈妈可以照顾我到这里 他们已经为我付出了太多 接下来人生我要为我自己负责 我可以为自己做很多选择 然后我也可以 可能变成一个很不一样的人 然后我可以照着我爸爸妈过去对我的很多教导 然后可能未来我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可能帮助不一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爸爸妈妈给予我很多开放的 开放的学习 然后也让我知道不管我现在去到哪里 我还有一个家 然后我还有很爱很爱我的家人 对啊 所以就让我变得更勇敢 相较于过去 我觉得我来到了台湾 或者是这件事情之后 对我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 嗯 对啊 谢谢我的宝宝妈 然后我非常爱你们 对 然后接下来呢 可以说到我高中 我高中其实是来自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然后我是一个宽柔人 然后这是我们的学校的一个校训 嗯不是校训 这是我们学校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爱我宽柔造福人群 宽柔栽培了我们这么多年 我们在国高中这六年间 都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学习 然后老师们同学们看着我们一步步成长 然后现在我们毕业了 我们已经筹备好我们自己 我们已经完备好我们自己的人 一个人的能力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回馈于我们的国家 或者是怎么样造福人群 这件事情 其实一直深根在我的脑海里面 就是我很清楚知道 我现在虽然在不同的领域上 努力的闯荡 可是未来我一定会回到马来西亚 或者是回到我们学校那里 可能有什么帮忙 可以值得我付出我自己的地方 我都会去做 嗯 对 然后其实我想说的是宽柔到底 教会了我什么呢 其实在马来西亚的独立中学 我们每年几乎都会筹办一些 关于校庆的活动 校庆的时候 每个班级的同学就要各自筹备 一些自己属于班级的 班级性筹款活动 我觉得在这个活动的筹备当中啊 因为我们从初一一直到高三 都要经历这样子的过程嘛 所以我觉得非常考验了我们的活动策划能力 而且让我在面对人群的时候 其实不会那么的担心 我可以非常勇敢的面对人群 然后分享一些我想说的话 可能我的口说能力 并没有到那么那么的好 可是我觉得我在面对人群这件事情上 我至少是勇敢踏出那一步的那种感觉 对啊 我觉得这是宽容主要教我最深最深的事情 让我来到台湾之后 在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 我都可以回想起 我当初还有一群一起那么努力的朋友 我现在还有什么好怕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这是我在高中三年的社团 然后我其实是见颜色的 见颜色 主要学的是相声 施朗跟辩论 可是你们看我这样子说话的 的状况你就知道 其实我并不是一块非常好的辩论的料 然后其实我主要学的是相声 我觉得相声可以让我维持良好的谈吐 然后可能我讲话会比较幽默一点 有幽默吧 对吧 然后我当时是见颜色的干部 然后其实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一个社团要一起共同前进 或者是共同朝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 整个是要带着全部同学一起努力的这个过程 然后我也在见颜色当干部这段时间开始练习 如何带领大家可以一起共同的前进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就有点像脚踏两条船的 重控 因为我非常爱马来西亚 我觉得马来西亚生我养我 然后从18岁以前的一些非常多的资源 或者是我的一些认知都是马来西亚告诉我的 可是呢我觉得我来到台湾之后 我又获得了不一样的养分 台湾呢教会我怎么思考 教会我怎么样 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可以理清自己的思路 然后得出属于自己的一个见解 然后台湾也告诉了我 也让我看见很多不一样的世界 然后告诉我很多不一样的议题 让我可以从不同的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一件事情 所以我非常爱马来西亚 可是我也很喜欢很喜欢现在我在台湾这样 然后可以说说我觉得我人生中相当重要的一个转列点 就是我为什么会来教育大学念书 或者是我接下来为什么会选择了一个跟生物相关的学系这样子 我国一的时候就是我初一就是13岁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特别有趣的特别古怪的生物老师 他当时呢就指派一些工作或者功课给我们 然后他指派了让我 他指派了一份报告嘛 然后报告其实是关于 他要我们到网上搜集资料 然后关于某一种生物 然后把那份报告整理清楚了之后 然后交给他 他会依照我们整理资料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够不够清楚 然后资料来源有没有注明清楚等等来为我们评分 然后呢这个生物老师指派给我的动物就是蟑螂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了解了非常多关于蟑螂的一些可能小故事啊 或者是他们的成长环境啊 然后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蟑螂是肮脏的啊 其实他们是一个干净的生物啊等等之类的事情 然后也让我觉得哦 其实这个老师啊他用了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在带我们 当时可能我们比较常遇到的老师通常都是会说 来我们来上课 然后就可能一直在黑板前面讲 或者让我们抄笔记啊 然后让我们一直从老师那里吸收一些知识 可是这个老师不一样耶 他就是让我们可以自己从网路世界里面查找一些资料 然后学习怎么整理 然后学习探究这个资料来源到底是正确不正确等等 我觉得这个老师他用了不一样的教学模式来刺激我 然后也让我特别让我更加更加确立 我自己是喜欢生物的这一点 我觉得非常感谢他 然后近期呢其实在一年前 对一年前左右吧 我有回到宽柔 然后去找这位老师 然后我有跟他说 老师谢谢你当初给了我很多启发 然后他现在已经是主任级的老师了 然后整个人还是一样非常风趣幽默 然后也是非常受人敬重的老师 然后想跟老师说 谢谢你老师 谢谢你让我看到我人生中可以走出不一样的路 然后呢这是我这是我自己的手哦 对这是我自己的手 然后我想成为一个继续能用善意微小微小的改变世界的人 我觉得这个世界有很多很美好的地方 然后我也知道很多人都正在为这个世界做出非常伟大非常伟大的贡献 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目前还能做些什么耶 可是我相信我的内心是善良的 然后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就能用我的双手 然后一点一点的改变这个世界 不管是对着路人做有一个微笑 或者是可能主办一些比较有意义或者是温暖人性的活动 让大家知道这个社会还是非常温暖的 然后我希望现在我在台湾做这样的事情嘛 我希望之后也能够回到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为我的国家的人民做出这样子的 一些服务 然后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然后也想提醒自己以后一定要记得 我不要忘记我现在想要成为的这样子一个善良的人 然后这是我主要的一个主旨 就是我怎么样在台湾独自生活之后 然后成为和过去截然不同一个人 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其实我在高三之前吧 我其实是相对于非常胆小 可能也比较懦弱 可能在跟别人人际关系相处上 可能也不太好的 也不是不太好 就是可能没有非常好的一个人 就是我是一个静静 非常安静可能默默的一个人 可是我来到台湾之后 其实有很大不同的改变 然后接下来我就会再告诉你们 然后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下 我在台湾的一个家 这就是我的家 是我现在在念的大学 然后它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没有看到其实我们学校非常的漂亮 可是其实我们学校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呢 那我说它是一个古迹也是一个神话 因为它从一个 它从日治时期就开始建立起来了 然后至今呢已经建立了123年 然后你会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就是 那这么老的一间学校 里面的建筑物是不是都很老了啊 然后里面的教授会不会都很思想古板 可是我觉得其实不会耶 我觉得我在这间学校其实活得蛮好的 然后我也学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这是我们学校过去的一个历史 我们学校是从1895年开始创立的 然后经过很多很多不同的名称改变之后 在2005年的时候正式列明为 我们叫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然后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我们的简称其实就是北教大 可是很多人会把我们跟可能国立 市立台北教育大学 或者是国立师范大学 台湾师范大学等等的学校进行搞混 可是大家要记得哦 我们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我们的简称叫北教大 然后这是我们非常引以为傲的古迹之一 就是我们的礼堂 我们的礼堂已经超过好多年的历史了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那个红砖 其实非常漂亮 也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 它其实就是在操场的旁边 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去操场运动 或者是去操场散步的时候 我都会绕到礼堂那里 然后可能会坐在那里进行发呆 看着那个天空这样 然后旁边呢就有我们的酵素 它在2009年的时候被封为我们的酵素 然后它是大夜和欢 可是近两年了吧 它都好像在生病耶 就是它被重病虫感染 所以它现在有点 呃 它现在是被一些铁架子架起来 然后担心它在可能在台风 或者是雨大的时候会倒塌 然后因为它的树干中心 其实有点空洞了嘛 所以学校现在在非常积极的照顾它 希望它可以赶快恢复健康 它成为我们挺拔的酵素 然后接下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钟楼 然后我很喜欢我们的钟楼耶 因为它非常非常典雅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照片里的那个地方 我其实不知道它上面呢 它上面真的有一个非常大的钟喔 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它想起耶 话说是每年毕业的时候 毕业典礼的时候 那个钟楼一年就会想那么一次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过 可是这个钟楼呢 虽然看起来它的钟不会想很奇怪嘛 可是它其实是国北人 非常喜欢集合的地方 不管我们去什么地方啊 我们都会在那个钟楼旁边集合 然后可能也会跟同学坐在钟楼内 进行聊天啊什么的 所以钟楼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然后我想说其实我们学校非常小 对它非常的小 我第一次来古北较大的时候 有一位亲切的学姐在带我逛校园 然后我走了走走走走 欸走完了 才不到几分钟 不到十几分钟这样 我就觉得我真的太小了吧 我就觉得我一直在马来西亚对于台湾大学的一个思考 就是我会来到一所非常绿地 然后会有高大树木的学校 然后我每天可以抱着我的书本 骑着脚踏车在漂亮的校园 校园风景中来回穿梭这样 可是其实古北非常的小 可是当我开始念 就是真正开始投入课程之后 念了大概两个月左右 我就觉得其实学校非常小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从一栋楼走到另外一栋楼的时间 其实不长 就是我们下课了 我们还有时间偷偷到学校对面的超市 或者是手摇杯饮料店 然后去买饮料 然后再回去另外一栋楼上课 我觉得这也是一点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优点 所以我们学校非常小 可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 如果同学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欢迎来我们学校看看 然后接下来我想讲的是 我们学校其实位置在一个非常好地段的地方 它在哪里呢 这就是我们的宝岛台湾 然后可能对于马来西亚的同学 可能会不太熟悉 台湾呢其实不大 大概是从最北到最南端的地方啊 开车的话大概只要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左右 那几乎就是马来西亚的一半多一点的长度而已 然后呢我们学校位于整个台湾最繁华 然后资源最多然后人群最密集的台北 然后可以看看 然后呢刚好它位在超级的市中心 我们学校旁边就有一个捷运站 然后它是科技大楼站 然后你们可以看我们左边的那个捷运图 你就可以发现 其实科技大楼站 刚好就是在所有整个捷运系统里面的相当中心的一个位置 然后四周围啊 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然后也有很多很好吃的地方 对我一直在吃这样 对所以 古北教大家位于的地方 位于的这个地段确实是非常环境金闪闪的那种 然后也是非常昂贵的地段 然后再来呢我还想说说看就是 为什么我会说它非常的 它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地点 它是因为其实它位于三校中心 三校是哪三校呢 其实就是台大 然后台北医学大学跟台师大 这三所学校就在于 就在我们这三个地方 我们学校的 我们学校的 只走和平东路 大概走15分钟左右 就会到了师范大学 然后搭公车 或者是骑脚踏车 大概也是20分钟左右 其实就会到台北医学大学 然后走路就可以到台大 很靠近大概是5分钟左右 所以在资源这么丰富的一个地方呢 我们要怎么去把握 我个人呢 其实就非常倾向于到其他学校去修课 所以我在大三 不是我在大四开始呢 其实我就到台大那里进行校外选课 然后我大概从大三开始 也参与了一些社团 社团活动 干部们其实都会互相交流一些自己的意见 或者是我们在安排课程的时候 其实都会跟其他学校的社团进行交流 所以我也会定期到师大那里 去跟社团干部进行开会等等 安排我们社团接下来一整年的一些课程 然后接下来我可以稍微说一下国北附近 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东西 然后如果说到吃的话呢 大家一定会觉得 如果我们每天只吃学校餐厅的话 会不会很快吃腻啦 其实不会耶 我觉得学校餐厅东西很好吃 可是除了学校餐厅的东西之外呢 其实我们学校附近就有一条非常有名的美食巷子 它叫一一八巷 然后呢在非常邻近的地方 也有称为台大游乐园的公馆 然后还有如果你非常喜欢一些文创 文创的艺术类的东西的话 也可以定期到华山文创园区 或者是学校一些邻近的美术馆进行 去看看他们的展览 我觉得那些都还不错 然后如果你非常喜欢运动的话 也会有大安运动中心 你们都可以 大安运动中心距离我们学校非常靠近 所以都可以常常过去 然后再就是在台北 然后能够去到的一些非常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地方 然后再来一点就是呢 其实台北不大 然后这一点对我来说 尤其深刻的原因是 我来自台中或者台南的朋友 或者高雄的朋友 他们都会说 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说 我觉得那个地方好远喔 要转好多公车喔 然后捷运也要坐好久喔 然后他们就摇摇透明说 不会 只要是捷运或者公车能够到的地方 其实就很靠近了 你不要被宠坏了 因为我觉得台湾 台北的那个生活机能太方便 比如说捷运啊跟公车 都对我来说太方便 所以我就一直 一直觉得 喔 那地方好远 然后有时候 就会一直很想赖在宿舍 其实不行 我跟你说不行 来到台湾就要多看 多看不一样的世界 然后一定要提醒自己 不可以懒惰下来 然后台湾有很多不同的资源 一定要好好的去利用 嗯 就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我可以说一下 我其实四年呢都住在宿舍 然后我的住宿生活非常的丰富 然后我们会有六位同学住在同一间房间里面 然后我们的宿舍大概就长现在这样子 然后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我们的宿舍的 虽然可能你会觉得自己的空间不大 可是其实这样子一方面也促进了我跟我室友之间的感情 然后我们之间因为长期住在一起 所以也彼此了解自己 然后彼此了解 然后对于对方的个性啊 学习跟不同人相处啊 其实都是有益处的 嗯 然后呢 我们一个学期的住宿费用是 9,450元 然后 呃如果是住在外面的话 你一定会想要知道到底多少钱嘛 好 其实在大安区就是我学校附近的地方 那地方真的非常的贵 就算是你跟其他人一起共同合租一间房间的话 大概费用也 几乎就要从6500开始起跳 然后可能再贵一点的话 会一直到11000或者是13000左右 然后一个学期大概5个月嘛 所以我们乘到来的话 一个月我们就会在住宿上花费了3万至5万元 我觉得那非常的昂贵 就是这可能乔生到了另外一个 乔生来到了台湾这里念书 可能生活费方面就不是很多 如果我们可以住在宿舍的话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嗯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我们的宿舍 然后呢 嗯 有一次啊 我在上一门非常有趣的课的时候 那个教授五一间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其实你们都想要跟你们的室友搞好关系嘛 唉 我就跟你们说那其实非常的容易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想说那那个教授又在 又在讲什么屁话了 哪有很容易 我就觉得我的室友很难相处啊 没有啦 我千万不要让我的室友听到这句话 然后呢 我教授就跟我们小小提了一个建议 他就说 只要啊 你看到你的室友 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好像不太开心 他关门的时候用 比较用力 然后门就发出了 啵的一声 不然就是 你看到你的室友 现在仿佛很开心 对着那个电脑痴痴的 鼻鼻鼻鼻鼻鼻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主动的去关心他们 例如说 你怎么了 你今天看起来不太好 发生什么事了 不然就是 你在笑什么 我也要知道 如果你保持着这样一个非常八卦的个性 或者是你持续性的关注朋友 或者是持续性的给予他们关心 其实久而久之 你们的感情就会拉近 因为呢 其实可想而知嘛 人本来就是群局性的动物 每个人都不想在群体当中被忘记 被忽略 人都是要被关注的 所以其实呢 我觉得教授讲的这句话 一开始的时候 听了就觉得 嗯 我不相信 我觉得 教授说的太容易了 可是当我自己实验过一学期之后 我觉得真的 只要是小小的关怀 小小的微笑 小小的关心 其实你就可以跟你的室友建立起一个很不错的关系 嗯 然后我也欢迎可能未来住宿舍的朋友们可以偷偷试试看 嗯 对 然后我也非常爱我的室友 因为我们 我们彼此都是小生 然后 大学四年 我们彼此互相扶持 可能我生病的时候 也要仰赖于他们对我的照顾 然后有心事的时候 然后同学们也会听我说 我觉得 真的回想起来 我的住宿生活真的非常的开心 嗯 好想念大家 然后 接下来我可以稍微讲一下住宿申请 然后如果是你是台湾同学 或者你是乔生同学 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嗯 乔生同学呢 其实非常的幸运 因为我们呢 就能够有四年的保障住宿 然后感谢学校能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嗯 福利 对啊 其实对于台湾同学来说的话 因为 我们学校的宿舍可能没有很多 然后可能念书的同学也有太多了 所以 所以大家在申请住宿之后 其实是要进行抽签 然后台湾同学 虽然我们呢 我们佼佼的宿舍费用是一样的 可是台湾同学 在抽签之后 很多同学其实也不能够到宿舍来住 像我的一些台湾的朋友 他们可能住了大一 大二就没办法抽上宿舍了 他们就要被迫搬到铃近的其他 呃 铃近的住宅区去找房子住 然后也会相当心疼他们 因为如果 如果是家庭状况 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同学的话 到外面住了之后 自己的打工就要变得非常的多 因为要赚自己的住宿费嘛 所以其实也非常不容易 对啊 如果住宿申请的话 呃 住宿申请的每年的时间 其实都不太一样 然后 每间学校的住宿申请的流程 也会不 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同学们要多多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自己的 呃 自己宿舍的一些公告这样子 然后 我可以说说我们学校最最独特的传统 然后我们学校是一间 呃 你们刚才有听到吗 它是教育大学 那 教育大学跟一般大学 可能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其实我们学校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梯队文化 然后每次进来的时候 学长姐都会讲一句话 身为国北人啊 你一定要尝试出题 因为你出题之后 你才可以知道 哦 大家都在忙什么 对啊 因为如果你没有出过题的话 其实你会不知道 呃 你的同学在忙碌的一个学期 你就会看他常常在忙 嗯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忙 呃 然后大家都会在准备一些有趣的课程 或者是 呃 一些活动 然后可能在寒暑假的时候 就会 拉大队到呃 偏乡的国小进行教育服务这样子 然后你们可以想想看 我们在可能当地的大约是一到两个礼拜的服务期间 那我们要大约准备多久 呃 其实 我们 会花费 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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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个学期的时间 来为我们的梯队进行努力跟付出 因为呢 呃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会进行一些教案的设计 然后我们会安排一些 噢 我们要带给当地的小朋友什么活动 然后一些有经验的学长姐 也就会跟我们说 这里哪里不好啊 我们需要怎么样改变啊 然后你们要怎么去思考学生的一些思维模式啊 来调整一下你们的课程 这样子一来一往的修改呢 或者是我们之后要练习或者是做一些教具的话 其实都不是那么的容易的 虽然看起来很容易 可是其实我们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来进行一个梯队 一个完整的梯队的架构 然后之后我们去到那里 可以学习怎么样跟小朋友相处 然后在带领小朋友学习的时候 其实身为老师的我们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体验跟学习 然后可能我们在小时候 或者是在进入教育大学之前 我们没有机会那么长 跟国小的弟弟妹妹一起交流 然后我们会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他们相处 然后教育大学大多数的同学 可能未来也会当老师嘛 如果我们可以在梯队的时候 就知道原来要跟小朋友怎么样的相处 他们才会更喜欢你啊 或者是才能够对他们有更多的影响力啊 我觉得这样子都还不错 就是梯队是我们进入真正的教育现场之前的一个缓冲的营队 然后我们彼此之间也会有非常多的学习 然后再来一点就是说到教育实习了 我们学校有分成私之生跟非私之生 然后在私之生毕业之前的成年里就是教育实习 我们在大四的时候啊 其实就会有要到邻近的国小 或者是台湾的各个国小 然后进行教育实习 教育实习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就是一整班的同学会去包下一间国小 那间国小的所有主任可能班导师 然后或者是一些校长或者是总务这样子的职位呢 都会是由我们班上的同学来共同承担的 就是我们要练习怎么样成为一个好校长 我们要怎样成为一个好主任这样子 然后在教育实习的前后 其实对于 之后未来会当老师的同学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可能在之前你会有很多的准备 可能之后你也会有很多的感想 原来教育现场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或者是原来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我才可以成为一个好老师 对啊 我觉得教育实习对私之生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刚才说了想当老师的私之生 那如果不想当老师的私之生 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出路呢 可能待会我会再跟大家进行解说 然后我们其实学校有分成私培科系 跟非私培科系 私培科系跟非私培科系最大的差异 其实就是私培科系的同学一进来呢 就会有私培的资格 就是你现在就可以马上开始休息一些 成为老师之前应该要修过的课程 例如说教育心理学或者是教育概论 一些班级经营啊或者是教材教法等等的课程 培养你自己未来成为老师的一个自身具备的专业能力 然后非私培科系呢 同学就是一进来的时候 他们是先不用修这个课程的 可是如果你自己非常想要成为一个老师的话 你就可以申请我们学校的一个私培名额 然后因为每个科系的名额可能会有一些限定 所以可能需要有考试啊 比试或者是一些面试的的关卡 然后老师们会考虑看看你个人特质 是不是非常适合成为一名好的老师等等 可是呢不管你是来自私培科系 或者非私培科系的同学 一旦你有了教程 当你开始上课之后你觉得我不喜欢 我可能就是我不适应 那其实还是可以把教程停掉的 就是你就可以恢复一般生的身份 然后继续把你可能在毕业之前的学分 再把它慢慢的修完这样子 我们学校给我们的弹性其实非常的大 它给予我们很多资源 例如说你想要成为老师 这边就有一些课程 你可以完整的从这个课程里面 培养一些自身的专业能力 可是如果你不想要当老师的话 我们这里还有另外的选择 就是你可能可以完整的 把系上的一些课程修好 假设你是喜欢音乐的 你是音乐系的同学 我们系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资源 例如说音乐钢琴教师啊 或者是一些各种各种不同的 非常专业的老师 可以为我们在专业领域上 培育我们自身的能力 所以不管是你想成为老师 或者是你没有想要成为老师 其实都可以来郭北教大来求学 嗯,对 好,接下来我可以讲一下 我自己觉得在校园生活最精华的地方 就是我留下最美好记忆的事情 就是一来的话就是体育表演会 嗯,其实 对,我每次讲到这个 我就会说一个故事 我自己啊 在来台湾之前 其实是一个成绩至上的人 我觉得这样真的非常不好 大家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能这样 我就觉得可能 嗯,运动啊 体育啊,并没有那么重要 然后我努力的把我的考试考好 然后我自己成为一个分数很高的人 那就够了 然后有时候会报纸这一种 嗯,不知道怎么看待别人的那种眼光 就是觉得啊,可能他们就是四肢发达 然后这样 嗯,不,虽然不一定头哪个简单 就是,可是自己会对体育系的同学 抱纸这一个没有很好的观念 可是我觉得这样真的非常不好 我也觉得过去的自己非常的不对 然后也想说 有点抱歉 可是当我开始去 参加体育表演会的时候 我觉得体育系的同学超酷的 他们超厉害 然后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 嗯,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不管你现在有什么专长 只要你愿意付出 嗯,或者是 你有努力的意愿 其实每个人都会帮你 然后或者是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嗯,不管你的成绩在什么 可能 不管你是不是 成绩普通的同学 或者是 你的才艺是不是能够站上 嗯,能不能足够让你站上一个世界的表演舞台 这样 可是我觉得 其实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舞台 像我就非常喜欢我们的体育表演会 然后 里面的每个同学 在我眼中就是看起来是闪闪发光的 就算我不认识他 我都会觉得 哇哦,他们好厉害 他们付出了好多努力在完成这整个表演 然后每个人看起来都是那么的 专业 那么的 酷 炫 帅 美的感觉 这就是让我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 国北较大的活动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一定要 来看看 然后 接下来也会讲到 就是我们学校的校运会 就是 运动会啦 我们学校运动会呢 除了一般的运动竞技项目之外 其实就会有一个 嗯 怎么说 对 对 对 就是会有 大队接力 然后大队接力是大概是20人左右的大队接力 然后包含了女生 有男生一起的 然后各个系所 各个年级 然后进行PK赛这样 然后每次在大队接力的时候 我们班上就要派出一整队 然后人龙这样子 然后大家就会排队好了 在礼堂那里 然后每个人就叙事待罚 在那边 准备待会就要上场奔跑了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 运动不是很好的人 所以我就会 默默在旁边 看着大家那么酷炫呢 在那边 准备在 就是在运动场上 一盏风姿的感觉 然后这就是我们 就是大四这场校园会的时候 我帮大家拍下来的照片 然后每一个脸庞 其实我都深刻的印在我的心中 因为我觉得大学四年 可能毕业了之后 我不一定还有机会再遇到大家 然后大学四年毕业了之后 我还有没有机会再回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虽然那么爱台湾 可是我不一定未来还有机会 能够持续的在这里发展 所以我就特别珍惜 这样子就帮大家拍照的机会 然后我也非常喜欢我们校园会 因为它有很多不同不同的竞赛活动 然后一整天下来 你看到不同同学在竞技场上挥舞他们的汗水 就变得好青春的感觉喔 这样 对啊就是这样 我很喜欢我们的校园会 接下来还有一个活动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我们的心腹中 其实它是由我们的米花义工团 进行的一个活动 然后它会连续一周的在学餐前面 就是学校餐厅的前面 白放摊位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传情的活动啊 然后会有一些小故事分享 然后会有之前举办过一个非常酷的节 节目就是告白大声说 然后当然有时候他们会摆出桌子 然后准备一些卡牌 卡牌是什么卡牌呢 其实它不是塔罗牌喔 它其实是可能有关于一些 情绪方面的 探讨自身情绪 或者探讨自己一些故事 故事治疗等等的一些卡牌活动 然后通过一些学长姐的 对于这些卡牌的分析 让你知道你自己内心的状况 现在是怎么样的 或者是你为什么会那么在意这些事情啊 什么 我觉得都是蛮酷的一个活动 而且它其实它专注的 其实就是专注在人嘛 就是说小故事分享 然后告白大声说或者传情 它都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我觉得在一个这样子氛围的那一周 都会让我觉得非常开心 每次经过学餐的时候 都会想绕过去看看 今天他们就做了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 对我很喜欢幸福中 再来我非常相信一句话就是 你自己可以决定 你自己的大学要读得多深入 因为呢其实在台湾 或者是在我们学校 其实有很多很多资源 可是要看你懂不懂怎么去运用 例如说一开始的时候 我会想说到我们的学习社群 学习社群到底是什么啊 其实就是变相的更有趣的读书会 可能我们想很多时候大学生聚集在一起 我们彼此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激荡或者火花 我们会想要我们一起去学习些什么 例如说之前我的乔生朋友们 其实他们就一起创办了一个 关于马来西亚历史故事分享的一个学习社群 然后他们就每学期呢 每学期会一起进行讨论 然后会有分享 然后会有一些记录 会有些心得回馈 然后大约五次左右 然后在这五周之后 他们会整好他们的报告之后 就可以将这个报告提成给我们学校的某个处事 然后处事就会合销之后 就会给你们相对相关的一些经费 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 其实你还可以获得学校给你的一些补助 让你在学习过程 可能你要再查一些资料 或者是列印一些海报之类的东西的时候 不至于会花费到太多的金钱 一方面也减轻了我们学习的负担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让我们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 只是因为我们可能平常生活中 比较忙碌的时候自己不会去注意到的 对啊 我觉得学习社群真的是一个非常酷的 一个资源 然后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有没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福利 可是我很感谢我们学校愿意提供一个这样子的资源给我们 然后让我在决定我自己想要学的东西的时候 不需要顾虑太多 再来我们学校其实也会定期举办非常多的讲座跟展览 然后例如说 近期呢 常常都会有看到一些创新大师讲座 创新大师讲座会请到怎么样的大咖来为我们演讲呢 真的很大咖耶 他都会请到一些可能我们学校的教授级的人物 或者是外面的一些可能企业的长官或者是CEO 然后有些是来自不同领域 例如说会有一些空姐会来进行分享 然后之前有遇过就是文学家 然后他在为自己写了一本新书之后 然后他来我们学校分享一些他在写作过程中的一些信录历程等等 然后还有展览的话呢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故意没有讲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学校有一所美术馆喔 就在我们学校的隔壁而已耶 然后呢 常常也会举办一些非常酷的展览 如果说近期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举办了那个 日本 日本 就是我们近期最新 就在去年的时候 进行一个展览 然后是有关于日本洋化大展 然后这是我自己本身去的时候 然后就为自己拍下的一些照片 你们可以看到当时我手上拿着一个手机嘛 那那手机是拿来干嘛用的 其实我们学校的美术馆已经非常先进了耶 它已经引进了AR的扩充实镜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吗 就是左下角那个画板 就是艺术家的画板 当你用手上的手机 然后通过一个APP去扫描这个 那个灯光的时候 就是那个画板上面不是有打灯吗 你去扫描那个灯光的时候 它就会带你去到一个网站 然后那个网站就会有一些介绍这位作家 呃不是 介绍这位使用这个画板的 呃的艺术家 然后会跟我们说的一些它的小故事 然后会有一些它的作品的分享 哦当时去的时候我就觉得 哦好酷哦 呃我都不知道原来美术馆 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呢 呃因为我自己可能比较少接触这样子的 相关的这样子的事情 可是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大约一年前我大三大四的时候 我就开始意识到不行 我不能只沉浸在我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 我应该多出去看看 美术馆啊或者是 呃应该说艺术馆 艺术相关的课程啊 或者是音乐相关的课程 其实我也应该要多多的接触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开始逼迫自己 可能各个地方都去参观 然后各种不同的展览这样子 然后也从中学到了非常多 嗯 我们去上美术馆耶 不觉得真的很酷吗 嗯 然后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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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好意思 我刚才不小心按错了我的PPT 然后接下来呢 我想讲的就是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的校园里面有怪兽 然后我也稍微可以讲一下 你们可以猜猜看吧 其实我最喜欢我们学校的什么地方 刚刚我说我很喜欢我们学校的很多地方嘛 例如说 我很喜欢我们的宿舍 然后我也很喜欢我们的系馆 然后我也很喜欢我们学校的一些活动 可是你们猜猜看我最喜欢学校的什么地方 其实我最喜欢我们学校宿舍旁边的垃圾场 为什么是垃圾场 嗯 因为啊 在这个地方 你们可以看到嘛 那个树 旁边有非常茂盛的树 然后那里常年都是非常阴阴凉凉凉的 然后你不管什么时候夏天就算很热的时候 你去到那里 你都可以觉得非常的凉爽舒适 可是唯一最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因为它是邻近垃圾场 所以它有时候会有点臭 我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这个地方 因为我每次去到那里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动物 嗯 因为学校比较小 可能草地绿地或者是有树的地方 其实并没有太多 可是我在这里啊 其实就看过非常多的鸟 然后地上也会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虫子 或者是蜥蜴之类的东西 然后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嗯 研究这些小动物的 不然就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大自然的 所以有时候呢 我都会忍不住跑到那个地方去看看这样 嗯 大家一定会觉得我很奇怪 然后再来啊 我可以想稍微讲一下我们学校的 吉祥人物 不对不对 嗯 就是我们学校长期会出现的一些鸟类 然后我们学校呢 其实 大概 每年 五到 五月 五到六月左右吧 就是 黑怪马路的 那个 繁殖器的时候 大家其实都会一直听到 嗚 嗚 嗚 的叫声 然后大家就觉得 有时半夜听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可怕 然后再想 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么吵 其实就是我们学校的 嗯 这只 这种类型的鸟类 然后 嗯 这张照片是我拍的哦 然后为什么会说他 很傲娇这件事情呢 因为 因为 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就会很想 近距离的观察他 然后可是我又不想 吓到他嘛 我就会从 边边角角的地方 偷偷的溜去旁边 然后可能我会 蹲下来 蹲下来 然后看他 那黑怪马路 现在在做什么 这样 然后你知道他如果啊 他心情好的时候 不然就是 他从地上 叼起那个 蚯蚓之后 他把蚯蚓吃下去了之后啊 他会很开心的 这样摇晃他的头 我就觉得 非常可爱的啊 小小动物这样 嗯 对 然后每次看到 校园中的黑怪马路 就会跟他说 嗨马路 这样我就跟他打招呼 大家一定会觉得我很乖 然后呢 接下来 这一只啊 也是我在学校里面 常常看到的一只鸟类 然后一种鸟类啦 就是 这个地方其实是在 行政大楼跟科学馆中间的 中间的一条电线上 然后每一天喔 每一天 大约在四点到五点之间 这一只红嘴黑杯 就会飞到这条电线上 然后他就会静静站在电线上 他其实在休息 然后他会看向他的远方 然后我常常就会躲在那个 学校顶 那个科学馆顶楼的 旁边 就旁边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再偷偷看他 然后有一次我还在记录 他到底站在这个电线上 等了多久 他就停在那里休息 停了一个多小时呢 然后他过后 等到天色比较暗 比较晚了之后 他就会飞到对面 对面 很远很远的一栋大楼 然后他会转到他的屋顶上面的某个地方 那是我观察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的啦 可是我平常啊 其实就真的很喜欢就是看看鸟 然后或者是观察一些小小动物之类的 嗯 对 这也是我在国北留下非常好的回忆 然后我也觉得 嗯 其实在台北这个非常繁华 然后可能声音 可能车水马龙 所以可能声音比较吵杂的地方 我可以看到国北较大 就是我们学校 其实是一个生物多样性 相对于比较丰富的地方 然后我也可以感受到 然后在我们学校有不一样的 嗯 更活泼的一些 一些 一些氛围 然后我自己真的很喜欢 在一个非常忙碌的地段 然后回归到平静 或者是能够有一个 这样子让我自己心灵沉淀的地方 嗯 嗯 接下来我可以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我自己在学校里面的科系 我的科系是自然科学教育学系 然后我将它定义为怎么样的一个学系呢 就是只要你想就能实现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们学的东西 其实非常跨领域 然后其实 像是说在一些上课的过程中 其实我会强调 嗯 我们要珍惜资源 然后爱护各种生命 不只是人喔 可是动物 或者是植物 或者是就是科学相关的一些 嗯 基本概念 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学系当中 各种感受到 然后我想说的是 我有一个很有趣的学长 然后他在 在 嗯 他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 常常就会做一些 可能常人不会做的事情 例如说 敷鸟蛋 他在地上捡到鸟蛋 然后他就兴致薄薄的拿回我们实验室 然后放到温箱里面 然后很期待 那个鸟鸟 之后 敷出来会是怎么样之类的 然后他还有养蚂蚁 然后呢 他还为自己 手做DIY制作火箭炮等等 然后 你听到是不是觉得非常心动 其实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心动 是觉得 好好玩喔 养蚂蚁耶 好好玩喔 那种感觉 嗯 其实我觉得是 嗯 我们系 我们系上给予我们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知识 例如说 鸟蛋的话嘛 你也知道要大概用多少的温度 你多久要翻动他一次 养蚂蚁 蚂蚁需要什么样的资源 就是你要给他吃些什么 不然就是你要给他多大的空间 其实这些都是自己要知道的 就是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知识的话 你在 你才可以真正好好的享受这样子的过程 对不对 嗯 当然了 火箭炮不是那种 真正是那种一飞一充电的火箭 就是那种 我们可以带到国小 对国小的同学进行教学实验的一些火箭炮之类的 我觉得对啊 学长好厉害 我也希望能变成像他那么苦的人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 嗯 很多时候我们想了老半天 都还是对我们系搞不懂的一个问题 例如说 嗯 阿拜都自然系 请问什么是自然系呢 呃 我当初其实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念书的时候 呃 我其实不太了解自然系 我以为呢自然 我以为呢自然就是马来西亚的生物 因为我们不会称为 哦 我们不会称化学物理生物地球科学为自然 可是在台湾他们从小的教育过程中 他们的自然科就是要学化学生物物理跟地球科学的一个一门课这样 可是在马来西亚的话我们会统称这个为科学 所以我当时一直以为自然系念的是生物相关的东西 嗯 所以当时进来的时候有点错愕 可是也来不及了那种感觉 对啊 所以之后呢 我也会跟大家说要怎么样进行选课 然后或者是呃 自己在呃 呃 在选择大学或者选择科系之前要注意些什么 然后在之后会跟大家说 然后对啊 所以我就进到了自然系 可是呃 我觉得真是误打误撞欸 我觉得我也在自然系活得很好 然后我觉得我学到了好多东西 然后这东西都是我未来 可能一辈子都以后不会再接触到的 可是也会让我留下一辈子没好回忆的东西 嗯 然后再来呢 可以先跟大家谈谈就是 我们是教育大学嘛 请问 呃 而且你现在又在自然科学教育学系 那你未来之后会不会当老师 如果我们系所出去的台湾同学呢 其实呃 有大概约一半左右 其实都会去考台湾的教师检定考试 然后成为国小的自然老师 嗯 对 而且我们系上有一些像这样子的资源 或者是我们系上会有一些教授 或者是专门在教教教教教授我们 怎么样当个好的自然老师 例如说 嗯 例如说你要怎么样用不同的资源 或者是呃 你可以用怎么样不同的方式来带领小朋友 学习科学这件事情 然后刚刚有说到我们是自然系嘛 然后我们也算是理工科的科系 那请问你觉得我们男生跟女生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其实我之前一直以为理工科的科系 男生就会比较多呢 可是其实没有 我觉得这真的是我自己的迷思了 就是其实在我们系上呢 男生跟女生的比例其实是一比一的 就是我们并没有男生比较多 或者是女生特别多的 嗯 这个状况出现 然后我想说说我们系上最特别的特色 就是我们是the only one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呃 刚刚有讲到嘛 我们系上其实强调不同的教学方法 教自然有什么不同的方式 其实我们的教授啊 呃 在同学们进来之后 会给大家非常多非常多实作演练的机会 然后会告诉大家很多不同的教学方法 然后让大家实际操作看看 然后你们在真正教学之后 其实你们也会有感觉 就是我要面对怎么样的学生 我应该要用怎么样的方法 嗯 或者是 可能学生的学习成就比较高 就是可能他成绩比较好 所以他会比较自主性的学习的话 那你在带他上自然的时候 你应该用什么方式啊 可是如果那同学对于自然可能是 就比较没有自信 然后 呃 在学习上常常会遇到挫折的 那你要用不同的方式去鼓励他 我觉得这是我之前在上我们 呃 系上一些教授课的时候 呃 被 被传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这样 嗯 还有再来的话 讲到我们The One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是全台湾唯一一所 设置一条龙的自然科学教育学系 一条龙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我们从大学部 然后硕士班 呃 博士班 然后可能夜 夜朔 就是夜间的硕士班 等等都有都有师资 跟都有开设一些名额 让学生来进行学习 所以在我们学校的自然系呢 其实可以学习到非常完整的一套架构 然后可能未来你出到 呃 自然科学领域 或者是呃 真正想要当国小老师的时候 你遇到的困难就不会太多 嗯 然后再来我想说说的是 自然到底有什么 我们系上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资源 例如说 简单说设备好了 其实我们就有这些高互动教室啊 生物技术实验室 真菌分子演化实验室 然后我们也会有3D列印机 然后也有一些磁性材料及固化元件实验室 然后真空镀膜实验室 我们还有天文台哦 我们还有地球科学实验室等等等设备 然后讲到这个的话 其实我们不会每一间实验室都进去 进去进行学习嘛 可是当我们上课的时候 需要用到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资源 然后我们也可以 嗯 如果真正自己有兴趣的话 不妨也可以勇敢的去问教授 教授我对于可能真菌分子演化 是有兴趣的 那请问我能不能到你的实验室来进行学习 或者是可以问教授 嗯 请问我在进入实验室之前 我应该要 嗯 应该要念些什么书 或者是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才有这样子的资格 然后如果你透露出 其实你非常有意愿学习的话 我相信其实教授们都会非常的欢迎 嗯 然后这就是我们 我刚刚提到的一些实验室的一些照片啦 然后我们学校 我们系上呢 其实也会有非常多的讲座活动 这个讲座其实包含了各个领域喔 各个领域的专业讲者 例如说可能一些国小的自然科老师 然后他们已经从事了非常多年的 嗯 自然科学的教育 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心得 或者是嗯 主任级的人物 或者是一些可能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学长姐 他们都会回来进行一些 关于我们自然系同学会想要知道的一些 专业的讲座 然后嗯 这样讲座其实很难得 因为如果我们脱离老学生的身份 我们没有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学生了 我们想要听这样子的讲座的话 其实是要给很贵很贵很多钱的耶 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学生 我们现在是大学生状态的话 我们就可以多多利用学校的这些资源 然后可以多听别人怎么说 然后多看看这个世界最新的一些发展跟趋势 然后完备自己的一些专业能力 嗯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与的活动 然后我们系上呢 也会有专属于我们系上奖学金 就是李玉敬教授的奖学金 然后其实申请的截止时间值 大约是每学期开学后的一个月之内 然后因为每次的时间值都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之后有系上的学弟妹想要申请这个奖学金的话 一定要记得实时注意一些系网上的一些公告 然后谁可以申请呢 其实只要是系上的同学就可以申请啦 然后其实成绩方面也会有一定的要求 然后当然奖学金也会希望你有一些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怎么说 嗯 奖学金的申请方面其实也会希望你有一些不一样的经历 例如说如果你可以代表学校参与了一些 可能自然相关的 嗯 自然相关的比赛 或者是一些 嗯 特殊的表现 其实也会增加你获取这个奖学金的一个可能性 嗯 然后这样讲到就是 我从大一念到大四 然后青春小鸟一去就不回来了 所以才想问我自己 其实我四年了 我学到了什么 我刚才一直觉得我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吗 那我到底学到了什么 其实我可以稍微先说一说 我们系上的课程主要分成怎么样 嗯 主要其实分成实作类的课程 或者跟理论类的课程 然后 嗯 你们可以看到 刚刚我说到 如果你在我们的系上想要成为四肢生 或者是非四肢生的话 其实学分要求是稍微不太一样的 总共会有差 嗯 十二学分吧 这十二学分 嗯 嗯 就是一般生的话大概是要有128学分 然后如果你是师资生的话 其实你就要将自己的学分提高12学分 然后休息到140学分 嗯 然后再来的话 我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必修课啊 然后大一到大四都会念些什么 然后我们的必修课有26学分 可是我们跟其他系所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 其他系所通常是会把必修课分 在四个年段慢慢修的 就可能大一修了一些课 大二再修一些必修课 大三大四都会有一些必修课的状况 可是我们不是 我们的必修课在大一的这一年里面 就完全的修光光了 你就大一之后如果你顺利的话 你所有的必修课就在这一年结束 然后大一的必修课主要有些什么呢 因为我们系上其实分成非常多的领域 化学物理生物地球科学 然后这四大领域之后呢 再到二大三的时候 其实还会再加一个就是教程 就是如果你是身为师资生的话 可能你要再多修一些跟其他领域的同学不太一样的东西 然后大一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要把一些普化、普物、普生都修过 然后地球科学的话也会有地球科学导论 然后我们也会有 我们也需要考过位积分这样子 然后可以讲到我大一的时候 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自然方面呢 其实你们看 只要是深绿色把它框起来的地方 其实就是我大一 然后在系上上的一些必修课 然后包括了一些实验课 然后一些普通生物学、普通物理 然后普通化学等等的课程 然后再来的话也会有英文课程 就是那个粉红色的那个 在我们学校的话 英文课程其实是分院来上的 像我们是理学院 我们学校总共有三个学院 然后我是理学院 然后也会有人文艺术学院跟教育学院 他们是分院来上的 然后我是理学院的同学 所以我同班的同学 也都是来自理学院的其他科系 或者是同系的同学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通试课程 而通试课程到底是什么呢? 之后我会再跟大家说 通试课程就是浅绿色的那些 然后我想主要提醒大家的是 阅读与写作课 提醒我们的乔生同学 其实阅读与写作课呢 你是可以选择你自己 是要跟乔生同学一起上课 或者是跟台湾同学一起上课的 我们会有两种不同的选择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选择呢? 因为可能有些乔生朋友来到台湾念书的时候 中文能力并没有那么好 那可能在休息阅读与写作课的时候 就会比较吃力 所以学校就开放了专属乔生的乔生班 然后在乔生班的时候 当然也会有一些知识化的课程 可是可能老师们的讲话上课方式 可能放得比较慢 或者是老师们会准备一些 学习各种中华文化的课给大家上的那种状况 我自己本身呢 其实是选择跟台湾同学一起上阅读与写作课的 所以这一块我就想到了 我就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是想说提醒下学弟妹们这样 然后我想说一下 那我们上了大学一年级 其实跟高中会有什么不一样啊? 就是主要我们还是上的东西 其实也相当于接近嘛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理工科的 然后我也会修习一些生物化学物理的课 那跟高中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勒? 其实就是我们来到了台湾 我在高中的时候读的很多都是英文 可是来到台湾其实我就要慢慢将这些 将这些专有名词把它转换成中文来进行讨论 或者进行思考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些的不适应 可是我个人蛮庆幸 我自己适应的蛮快的 可能 应该说我们系上的一些事情 差异性不会太大 所以我自己很快就上手了 我觉得也是蛮幸运的一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我也想说到 在大二的时候呢 刚刚说的是大一嘛 现在也说到是大二 大二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 有一些选修跟弹性课程 什么是弹性课程呢? 好,待会会跟你们说 选修大概是44学分 然后从我们的三大领域中开始修习 来开始学习 44学分当中呢 我们会有生物专长 或者是化学专长跟物理专长 如果你在大二的时候 选择了跟我一样的生物专长的话 就代表生物专长底下的所有课程 你都要上 然后都要成功的修过 这样子 然后弹性课程到底是什么呢? 然后现在就告诉你们 不好意思,我喝个水 弹性课程啊 其实就可以包含了一些我们系上的精进课程啊 或者是外系 或者是大家可以到跨校选修的一些学分 像我自己本身就有到台大那里去上课嘛 那台大那里上课的一些学分之后 就会变成我自己的弹性课程 然后我们学校呢 还有一些非常多的其他的学程 例如说中文教育学程 或者是法律学程等等 就是各种开放给不同学系的同学 然后只要是你们对于可能法律啊 或者是中文教学 有兴趣的伙伴都可以过来这里上课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把学程里面的课程都上完了 那在你们的毕业证书上面 就会有加注这样子的一个专长 嗯,这样子 然后刚刚我说到嘛 专长领域刚刚有分成生物化学物理 加一的话 三加一的专长领域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师资培育 在大三大四的时候 大家其实就会忙碌于 将自己的专长领域的课程都上完 然后如果有修 有要当老师的伙伴呢 他们也会比较忙一点 可能他们还要把一些教育 教育相关的课程 就是教育学程上的自然系的一些课程都要上完 这样子 嗯,大三大四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能走的路线呢 可能也越来越不一样 所以在大三大四的时候 其实要遇到同学一起上课 你就会觉得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就会觉得 大家上的课都不太一样了 好少遇到大家 这样 嗯,然后 刚刚还有说嘛 就是大三大四的时候 除了在忙专长领域的课程之外 还有就是教程 教程其实包含在大四的时候 我们的同学就会到国小进行实习 然后除此之外呢 他们还要准备六月的教师检订考试 六月的教师检订考试 其实就在毕业的那一段那一阵子嘛 所以其实他们在可能在上课期间 就要很努力的为这个教师检订考试来进行学习 或者是一直都忙碌于复习的状况 然后有时候看到同学们在准备教程的一些努力 就会觉得哦 好,希望我每个同学都能够美好的前程 因为我看到大家那么努力 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应该要努力一点 我本身是没有想要 没有想要考教师检订考试 可是呢,其实我是有资格考的 我就是有点担心的是 嗯,我不清楚我 我心中并没有那么确定自己想要 当国校的自然老师 所以我慢慢的也就没有再 休息一些教程的课程了 可是我又不想让我自己的大三大四这么闲着 所以我就开始可能参与一些可能校外的演讲讲座啊 不然就是多多参与一些展览活动 然后可能到各个学校去学习不同的课程 然后看看其他学校的一些校园风气 然后跟我们学校什么不一样 然后从不同的教授身上 嗯,再进行更多的学习 对,这是我大三大四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 刚刚有说到就是教检跟教征考试嘛 其实这是在台湾要当老师之前的一个SOP 嗯,就是一个固定的流程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要先把教育学生修完 然后进行半年实习 然后再考教师检定考试 然后之后考教师检定考试通过之后 其实你就可以拿到你的教师证 然后教师证之后 去考教师征选考试 嗯,应该说教师检定 嗯,应该 我想说的是 其实这一年 就是前一年 好像就已经开 就已经开放了 乔生就是我们 就是国外的学生 休息完教育学成之后 就能够有资格考教师检定考试 可是呢 我们能不能够考教师征选考试 其实还不行哦 我们可以考到教师检定考试 然后我们会获得台湾这里的教师证 然后我们可以拿着教师证 到学校就是台湾的国小里面进行教学活动 然后是以代课老师的身份来进行教学的 嗯,在 应该说 嗯,怎么说呢 如果你当上教师 通过教征之后 你就会成为国小里面的正式老师 那跟代课老师当然会有些不一样啊 那到底是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嗯,如果你在通过教征之后 你成为正式老师了 你的薪水跟薪水是会每年进行加急的 你一年之后可能就会进行一些涨幅 可能会有一些薪资上的调整 然后 这样每年持续下去 持续了好几年之后 你当老师好几年之后 其实你的薪水就会变得比较多 可是如果 你现在是以代课老师身份 在进行教学的话 可能 就是你工作了好多年 可是你的薪水其实还是会维持在一定的水平 就是没有办法变得更多 可是啊,我也觉得 你在台湾这里 嗯,获得了教师证的好处是什么呢 其实 当你拿着这个教师证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你有教师证耶,代表你已经休息过教育学程了 然后你也进行结束了你的半年实习活动 这代表其实你真的完备着你自身成为教师的一个专业 你知道我要怎么成为一个好的老师 或者是我现在真的是具有教育专业的一个人 所以你其实在马来西亚你要当老师的话 你在找工作方面或者是在薪资方面 可能都会有一些稍微的优势 嗯,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稍微说一下我们相似科技的比较 就是我们自然系跟其他的学系到底有什么相近的地方 或者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其实刚刚有说到嘛 我们学系 主要的学习分布非常的广泛 例如说我们学了生物化学物理地球科学 我们还会有私自培育的一个领域 那 这些啊,其实都是跟我们相关 嗯,跟我们 我们学的东西有一些相关的科系 我觉得真的好多哦 可是大家也知道 有些科系啊,就是他们完整四年啊 都在学关于这个领域上的事情 可是在我们系上的话 可能就是 嗯,一年或者是一年到两年的课程 所以我们 学习的东西可能 虽然非常的 嗯,应该说我们学习的东西就没办法 像一般的科系那么的 专精 可是 我觉得我也 觉得自然系带给我什么最重要的事情呢 我觉得我们学的东西 真的非常广泛 非常广泛 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实质上的好处 我觉得 它培养了我的自学能力 因为啊 呃,当我在上课的时候 听到教授跟我分享 呃,关于这个领域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能 有些 比较 专业的部分是 嗯 讲的比较快 或者是 比较简短的带过 可是 因为我有了这样子的 嗯 基础 基础的知识 让我自己本身在 嗯 可能去到图书馆 查找资料 或者是 想要学习更多的时候 我会知道我应该要从哪里下手来学 而且再来一点就是 我们系上的教授其实真的非常的好 因为 像 对 像我 我自己本身 可能有想要知道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去图书馆借了一些书 然后看到有些不懂的地方 我就会跑去问教授 可是教授都会觉得 哦 你愿意 你愿意 你愿意做这样子的学习 你愿意 这样多学一点 非常的好 然后他们从来都没有觉得 我在麻烦他们 我就觉得 这点上我非常的感激 可是我相信 应该说 不只是我们系上的教授是这样的 其实不管在任何的大学 或者是任何的科系 如果你表现出其实你有非常多的学习意愿 其实教授们应该都会非常的 非常的认同你 嗯 对啊 我觉得自然系 真是告诉了我 很多 很多我们没办法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 那我们就要自己去找资源 我们就要自己去图书馆找找看 我们能不能通过自己的能力 来学习到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能力 嗯 然后可以谈谈一下我们系上 可能毕业之后 像我现在毕业了嘛 我未来会有什么出路 刚刚有说到就是 如果你是 嗯 师资培育的同学 就是你未来有想要当老师 啊那就当然 你就可以顺着这条路 然后可能考完教师 教检教征之后 成为一个国小自然领域里面的 非常好的老师 然后再者还有什么呢 嗯 就是 就是 你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科学研究人员 怎么说 刚刚我说到嘛 如果你现在是在师资培育的 嗯 师培 如果你现在是师培生的话 然后要考过非常难的考试 就是教检跟教征 可是如果你能够争取到我们系上 或者是我们学校开的一个公费缺额的话 如果你成为公费生的话 会有什么好处 会有学杂费全面 而且每个月还会有八千台币的补助 所以其实你就 就像是 学校在出钱请你念书一样 真的非常的幸福 所以其实 嗯 我们学校的公费 只要是来到我们学校念书的话 其实都有机会 考上这个公费生的考试 当然公费生考试的一个竞争 其实也是非常激烈的 嗯 那讲完这个的话 就要讲到 刚刚我提到的那个 科 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 非常好的科研人员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像我们系上 也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教授 然后可能有分子生物学 海洋生物学 或者是天文学之类的教授 然后应该说我们很少在一个科系里面 看到那么多不同领域的教授集合在同一个科系里面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探究自己想要学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有更多可以问的人耶 我们只要是敢问敢开口 然后教授我们其实都会很愿意跟我们分享 然后通过教授这样分享 其实我们也可以稍微对这个工作有一个雏形 就是我们会知道 这个工作可能未来我会遇到什么事 什么状况啊 或者是我在进入这个工作职场之前 我应该有培育什么样的专业能力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师资培育 其实我们系上也出了非常多 很有名的一些科学研究人员喔 好 再来除了前两个呢 我觉得第三个就是 我觉得我们系上毕业的同学啊 其实都有成为持续学习者的一个能力 因为我们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很多嘛 然后我们学到的一些资源 或者是我们学到的一些知识啊 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忘记的 例如说我们上过一些3D列印的课 就让我们知道 就算我之后我没有了这个机器 就是学校 我已经离开学校了 我没有这个机器了 可是我还是知道 知道怎么操作那个APP 然后就怎么 怎么会画出一个我想要3D列印机 帮我列印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自然系其实是非常与时并进的一个学习 然后我们也会 每年教授其实都会去上不同的研讨课程 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就会跟我们说 我又学了一个新的东西 然后我们这学期的课程我们来试试看吧 什么的 然后学生们也会觉得很惊喜 然后看着我们的教授 其实他们是非常有意愿持续的学习的 你会觉得其实好酷喔 但教授都这么努力学习了 那我怎么可以偷懒下来呢 这样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 在我们系上学习的话 其实你真是要多思考多观察 因为我们学习的东西真是很广嘛 如果你只让你 就是你的专业知识在脑袋里面 跑一遍就没了的话 你没有深入去思考可能对于你未来 会有什么帮助啊 或者是 对于你可能接下来人生会有什么 有益处的地方 或者是你可以运用你现在学到的东西 给予别人怎么样的帮助 或者是给予别人怎么样的一个协助 我觉得那都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真是要鼓励大家 在学习之后 其实还是要进行 其实还是要对自己的专业领域 其实自己多思考 然后多观察 我现在学到的东西 到底可以为这个社会做出什么样的小小的改变 嗯 然后其实我可以稍微讲一下 我本身的出路是什么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 我其实已经毕业了 我其实目前呢 还在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自然科学教育学系的研究所就读 然后我就读的主要方向其实是海洋科学 然后海洋生物中的海洋科学 海洋科学中的海洋生物 不好意思 我就一直吃螺丝 对啊 我现在是在一个这样子的研究所进行学习 然后可能有些同学问我 为什么你想要念研究所 我个人有一种深刻的体会 就是我在我们系上学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真的觉得没有非常的专精 我觉得这也是小小的缺点之一 在没有非常专精的状况下 可是我学习的非常广泛的东西 我担心自己在一个这样子的状态下 毕业了之后 可能我出到职场去 我在职场上 我要重新学习的事情会很多 例如说我要重新学习怎么样操作一些机器啊 或者是我要重新学习 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专业知识等等的 的技术什么的 我会担心我自己成为职场上那种 非常容易被取代掉的人物 然后我不希望自己那样子 所以我给自己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 我希望我自己在研究所的时候 可以利用这两年或者两到三年的时间 可以专注的 将自己在未来职场上需要的 用到的专业能力都培养起来 然后 在未来出去之后 可以真正的为这个社会 或者是不管是台湾或者马来西亚 都做出自己的贡献 所以这就是我现在主要在研究所念书的一个 自己的自己最大的目标跟崇敬这样子 希望我真的可以做到 是的 然后刚刚我说到嘛 我想念的是 我念的是海洋科学中的海洋生物 其实我一开始来台湾之前 就是想念海洋科系相关的东西 然后 可是我没有考 我没有 我没有选 对我在考试的时候没有考上 就是海外联招会在分发的时候 我没有上了那样的科系 可是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跌跌撞撞的学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接触到了很多不同的刺激 然后现在我又可以走回 现在我现在以前一直想走的路 应该说 我相信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安排 我在国北交大念书 然后我接触到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 有趣的 然后不然就是各种专业 不一样的专业 然后我都可以享受其中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有资源能够不断的到校内或者校外 去精进我一些关于海洋生物的一些专业知识 或者环境保育等等的议题 然后我现在有能力回到一个这样子的学习 然后能够在接下来的研究所当中持续的学习 然后走回自己要走的路 我觉得真的非常难得 也觉得非常感谢我的生命 带领我走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然后接下来呢 我可以稍微讲一下 我自己本身对于最有印象深刻的课程 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很多很多关于我们系上那些事情嘛 然后 我接下来想讲的可能就比较偏向于可能服系啊 或者是一些稍微的课程 想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这样 嗯 然后第一个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 嗯 其实我有在国北交大求学的过程中我有服系 然后我当时服的是心理资商学系 然后服系的一般上课 就是上主修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服系的话其实是 嗯 你以其他科系的同学的身份 然后到另外一个系所上课 然后当你修满20学分必要性的课程的时候 就会 就会达到这个服系的标准 然后你在你的 毕业 你的毕业 毕业证书上 就会有加注这个服系的 专长 然后也会列印在你的毕业证书上面 我在服系的过程当中啊 其实你上过了非常多有趣的课 例如说爱情心理学啊 组织心理学 生涯发展 然后团体治疗 跟家庭智商等等的课程 然后可是我要说的是 我最有印象的一门课就是社会心理学 有时候 有时候你在可能走在路上的时候 你看到一些 你看到有人跌倒了 你都会想要过去扶他对不对 可是当有很多人在旁边的时候 你反而不会那么想要去扶他了 有一次我真的就有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我当时在机场 然后我看到一个女生 她一个人拖着非常重的行李 然后她就已经走不动了 一直在拖一直在拖那个行李 如果是一般的话 其实我是会停下来帮他的 可是当时我内心总于孤胆怯 然后我看到是周围的人 也没有停下来帮助他的意愿 然后我就非常冷漠的离开了 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啦 其实这 在我上过社会心理学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我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这就是 对你们要自己上了才会知道 就是社会心理学里面的一个理论 然后她就有讲到 其实这样子的状况下 人们看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如果旁边有很多人的话 在出手帮助那个人的人 就会变得比较少 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 原来不是我的错啊 虽然当时候我真的应该停下来 帮助那可怜的女生这样 对 然后其实我想讲的是 尤其是这个老师啊 她上课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活泼 然后她 我当时记得 我当时做了现在这个报告 然后这个报告 其实不只是 我们现在表面上看到 这个书面的呈现而已 其实当时我们组别的同学 设计了一份问卷 然后我们还上街 进行街头实测 然后还找了路人拍影片 然后收集了足够的问卷之后 然后我们还进行了 各种不一样的统计数据的分析 然后才可以得知 喔 月云效应对于我们人 到底是怎么样 有一个影响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啊 呃 我在上这个课的时候 就没有发现 喔 原来我需要 我需要 我 我对于了解 了解一个学说 或者是我在了解一个效应之前 我原来可以做出这么多有趣的安排 然后让自己安排自己学习 这样 我觉得喔 那好特别喔 就是原来学习不只是光念书而已 这个老师教给我很多不一样的思维方式 他教导我要怎么去 去 去 去通过更有趣的方式来学习 知道 好 而且 而且你做过这样子的 呃 实验之后啊 其实你想把这个月云效应 这个Effect 忘记 你忘了他要讲什么 就很难了吧 因为 因为 因为你已经做 做了太多努力 然后你的脑袋里面 会有 可能两三个月的时间 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所以 之后啊 我就一直很记得 然后 之后 我都一直有推荐我的同学 去上这样子的一门课 这样我觉得还蛮棒的 嗯 接下来我也想说一下 嗯 我在 我虽然说我没有想要当教 教师 就我没有想成为一位老师 可是啊 我在 休息 我还是有 把一些教育学成的课程 进行一些学习 就是 我觉得 教育 不只是你想当老师 才可以去学的 教育真的是一个专业 他 不只是教学生而已 可能你之后出到职场 你身为上司 你要怎么教你的下属 你身为妈妈 你要怎么教你的小孩 或者是 呃 你要 呃 怎么在社团里面 教你的学弟妹 怎么样配合他们的 配合他们的个性 然后去分析 或者是教导他们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其实都会 有一些教育专业在里头 然后教程的话呢 我其实本身修习了 呃 以下的这些课程 当然还有其他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 我自己最有印象的 其实就是 多元文化的讨论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马来西亚是一个 多元文化的地方 然后我自己 其实不知道 呃 我来台湾之后 可能接触民众的机会 比较少 因为我大一大二 确实是 只有在读书而已 就没有在做其他的事情 除了读书跟打工 其实就没有在做其他的 接触 就是跟人群啊 或是跟 老师们啊 其余的都没有 多余的接触 好可是我在修习 这个多元文化 讨论之后 我才意识到 嗯 嗯 台湾其实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可能就是外籍老公跟新住民 等等的 嗯 在台湾人的眼里 可能不一定 能够接受度那么高 然后我才发现 哦 原来马来西亚跟台湾的 一些 嗯 对于其他民族上的一些 看法差异上 其实真是有小小些微的不同 像我在马来西亚成长过程中 我原本就会遇到很多不同 有色人种嘛 然后 嗯 怎么说 我从小也不觉得他们是 特别的 也不觉得他们是 有跟我们什么不一样 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同样一片国土 然后我们吃的用的穿的 可能都有类似的地方 可能会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可是就保持着尊重 可是在台湾啊 就是在外籍老公 或者是新住民的一些 访谈或者是分享过程当中 就是发现 他们其实是觉得有点难过的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来到了台湾 可能并没有被当成是家人一般的对待 就是听到了这一点 你说就会反问自己 那外籍老公新住民是我们的家人吗 我现在是乔生 那我是我的台湾同学的家人吗 我觉得多元文化导论 其实就有给予我不一样看世界的眼光 就是说我会知道原来一个群体 可能当这个群体在这里是比较弱势的时候 他们会面对怎么样不同的 不同的一些刺激 或者是他们内心感受会是怎么样 然后这也让我开始学习了更不一样看待有色人种 或者是 我也会知道怎么样更有包容性 更有同理心的去面对 可能弱势群体等等的 嗯 对 然后接下来我还有讲到的就是 一些跨系选修的课程 例如说日文啊 生理心理学 然后 跨艺术研究 啊 生理心理学 生理心理学也是型直系的课程 然后 跨艺术研究是 文化创意产业精英学系的课程 然后环境保育概论是 社会发展与区域学系的课程 我觉得在去其他学系上课的时候啊 真的感觉很不一样耶 例如说 嗯 你就会感觉到 其实每个系所的教授都有不一样的风格 然后可能心智系的老师 就会 哦 比较注意学生们的一些状况 嗯 同学们 你们最近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 嗯 在生活中过得好不好啊 这样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 可能休息 嗯 艺术相关 的教授啊 可能他们就会 用比较酷的方式来上课 例如说 嗯 同学们 你们 嗯 嗯 你们今天看起来没什么精神啊 要不要站到那个 呃 椅子上大吼两声 这样 真的耶 那个教授就会请我们站到那个椅子上 然后 然后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完了 再坐下来好好的上课这样 我就觉得 哇 在跨系选修课程的时候 就会看到各个系所老师不同的面向 就觉得 哇跟自然系好不一样哦 这样 嗯 然后我想讲的是 我在教育系 修的一门课叫创造力 然后创造力 顾名思义啊 其实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强调你怎么样创意思维啊 嗯的一个课程 然后其实怎么样才会有创意 其实我之前一直觉得 嗯 当我越少接触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刚 应该说怎么说呢 嗯 我刚加入 我刚开始接触一个领域的时候 我对于那个领域上 其实是能够做出最多创意的一个阶段 其实不一定耶 因为我发现啊 当你对一个领域上完全任何一点认识都没有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做出的创意或者是你可以做出的创造力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你才要各种方面都要精进自己 让自己对于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的了解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创意的人 然后我记得上课的时候还蛮特别的 老师啊他会 他会拿出很多很多的那个意大利面条 然后他就跟我说 同学你们就分这个面条 然后一个人拿20条 不是一个人 一组拿20条 然后你们就把那个棉花糖绑在那个 那个面条的最顶端 然后你们要把它建造成一座塔这样 其实这个其实是国外很著名的一个创意的测试嘛 对啊就是大家发现 其实 然后大家之后教授会测量每一组就是制作那个桥的高度 就那个塔的高度 意大利面条塔的高度 然后我们会把最上面我们会放置一颗那个 Mashmallow叫什么 棉花糖在那个高塔的最顶端 然后我们之后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比赛 然后大家就 每一组就竞争 哪一组的同学可以把那个棉花糖放到最顶端上去 然后我在想 好难喔 我自己根本就没什么创意 这样子 其实 其实在这门课里面 你这样听的话 其实也可以知道 他不只是考你的创意嘛 其实你也要怎么学习跟你的伙伴进行合作啊什么的 所以其实他训练我们各种面向不同的事情 真的还蛮有趣一门课 然后我还记得喔 我们在期末考的时候 不是期末考 就是期末的时候 老师出了一份作业给我们 他说我要你们回去思考 你们在生活中可以实行什么创意 然后你们请把这个创意付诸实现之后拍摄影片 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报告 然后我们组做了什么呢 当时因为我们住宿舍的同学很多 然后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 就有一个很有创意的女生 她就跟我们分享一件事 就是她常在洗澡的时候啊 就觉得 隔壁传来的那个沐浴乳的香味很香 然后很吸引她 可是因为她又不可能这样隔空问 同学你用的是什么洗沐浴乳啊 这样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嘛 所以她当时就在想 她就提到这一点 然后就想说啊 要不我们就收集各个同学 能够各个同学捐献出来的那个沐浴乳 然后我们会把它挂在我们的 我们的浴室外面的地方 然后大家可以进行挑选 然后大家可以进行 就是用别人沐浴乳来洗澡这件事情 然后可以感受不同的香味这样子 然后 之后我们再讨论了一下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其实也会发现这个计划中 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一次一次的改善 然后在大概三个月左右的努力下 然后我们终于还是把这件事情完成了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这个计划称为香气 香香氛食验室 然后我们也拍摄了一段影片 然后记录我们这段心路历程 然后同学们对我们的回馈跟反应也非常好 然后也让我知道 原来我不是一个没有创意的人 我其实是可以有创意的 只是我自己可能给自己尝试的机会太少了 对 嗯 这本来让我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这样 然后接下来我可以想想 我在学校上的一些通试课程 通试课程是什么 可能对马来西亚同学来说 可能会比较陌生这个词 通试课程其实就是 我们在修 我们除了自己专业领域上的一些课程之外啊 只是学校还是会积蓄我们修一些不同的领域的课 比如说通试课程可能会包括音乐 包括体育啊 包括理学院的课程 然后可能教育系的课程 或者是艺术相关的一些学习 例如说我这一次 我这四年呢 其实有修过一些 我还记得的 就是创意生活 可能健康塑生与 健康塑生的课程 然后有生命教育啊文学人生 然后歌唱课等等 我还记得歌唱课的时候 蛮 蛮有趣的 因为每天上课的时候就是去唱唱歌 老师会修正我的一些唱歌的一些技巧 然后让我觉得 我每天去上课的时候就非常轻松 而且抱持着非常愉快的心情过去上课 这样 觉得 对啊好怀念哦 然后我要讲的是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门课 然后是文学与爱情 这个课的老师真的非常的酷耶 他都会分享一些散文 或者是 一些小说给我们 然后他会在课堂上进行分析 然后他会说 同学们 你们要先回去先看过这个 这个散文或者是小说 然后下礼拜你们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然后所以我们 那时候每次回去 就会再看老师 请我们看的一些文学作品之类的 然后最有趣的一点就是 到了下学期吧 然后他就开始 在课堂上播放电影 看电影 好爽哦 上课的时候看电影 然后 之后他会 就电影里面的一些情节 或者是 除了情节之外 他有一些场景进行分析 然后因为都是一些关于爱情的电影嘛 然后可能大家一起都会 大家 女生的男生都会 围惧在一起 用哭的稀里话啦 然后老师说 原来我们大家都那么的感伤 对啊 我记得老师之前 在上一些课程的时候啊 有一些画面 有一些非常感人的画面的时候 然后 当大家开始哭的时候 老师不是会转不头笑我们吗 他笑完之后 其实我发现他自己也在流泪 我觉得 那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老师 而且 也让我意识到了 其实 文学作品啊 并不是那么死板的 然后 并不是那么无聊 然后有些时候 我们也可以从文学作品中 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 然后也让我开始更加喜欢 就是中文的一些文学等等的 然后再来的话 我刚刚有提到嘛 校外的一些课程 例如说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在我们系上期间 修习过了生物多样性 可是我想看看我们 其他学校的老师 会怎么上这些课 所以我又跑到了台大修 台大的生物多样性的课程 然后 我还有修过 某一个系所的那个 论文导读 然后有修过那个 莎士比亚的文学导读 然后还有 逻辑推理等等的课程 然后有些是台大的课程 然后有一些是 市北交的课程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呢 其实是台大的这门课 就是生物演化语人 它其实是台大的通试课程 然后它主要讲的其实是 我们地球在 在生物开始演变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化 然后我们人类的一些文化的建立 或者是人类文化的建立 或者是文字的演变等等的 等等的一些大象主题吧 都会在这门课里面详细的 非常详细的进行探讨 而且老师真是一个 口说能力非常好的人耶 在听他上课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好享受喔 然后短短的时间 一下子就过了那种感觉 除此之外啊 我就想说 除了上课这一点 非常让我觉得开心之外 只有我想说的是 其实老师推荐的书单 一定要去看 因为当你没有在Follow老师上课的一些流程的 这些书籍的时候 你其实会变得没有办法完全的看 听懂老师的分享 或者是当大家的思维都已经跑到很前面的时候 你还停留在老师上周的讲解的东西 然后没有办法在这一周 这一周回去之后 没有再进行再进步 或者再思考的话 你就会觉得自己慢慢的跟不上那个课程 所以我觉得老师的推荐书单 真的一定要去看 嗯 我记得老师在这门课的时候 其实就推荐了 呃 一个作者 他叫Jarrett Diamond 然后Jarrett Diamond的一些书 他的主要的一些书籍 然后他有三本非常棒的文学 不是不是文学 就是关于演化跟人类学的一些著作 然后我其实在这之前 也没有接触过任何Jarrett Diamond的书 然后在这门课的时候 我非常高兴 我能够 我能够怎么说啊 呃 我能够除了课程上的这些学习之外 还能够再认识一个这么有才 然后 能够带给我那么多新启发的一个作者 嗯 对差不多是这样 嗯 然后最后的话 其实我们系上也会有非常多的研讨会 然后我们这里主要讲的一些是 呃 可能是教育方面的一些研讨会 其实 就算我没有身为老师 就算我没有身为老师 我还是会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去观摩一下别人怎么样进行教学 别人怎么教 然后我自己能有什么可以的学习的地方 然后所以我就参与了我们系上很多各种不一样的关于老师的研讨会 然后其实你可以看到吗 就是在座的所有人呢 他们都是国小老师 他们为什么会愿意花就是课后的时间 跑到我们学校 跑到我们系来上一些这样子的研讨会 或者是工作坊之类的事情 其实我很受感动 因为我觉得 老师们在教育现场已经有那么久的教学经验了 这经验一定非常充足 可是他们都还是想要实时的精进自己 或者是知道有什么我们学校有一些新的教授 愿意发表他们一些研究结果的时候 很多国小老师都还是会跑过来一起学习 然后我在这些非常有经验的国小老师群当中 我就会感受到自己是多么的 哇 就是我会感觉到自己 是不是应该要更加努力 因为大家都已经那么专业了 大家还是那么努力的状况下 也会让我觉得有点惭愧 应该就 我也要加油啊 我不能够松懈下来 我不能够停滞在这里 然后一直没有进步 然后 那国小老师啊 他们也都非常谦虚 然后就算我是大学生 他们都会跟我说 诶 那个同学啊 这个要怎么做啊 或者是 老师刚刚讲的这个东西 你有什么可以跟我分享的吗 我就说 哎呦天啊 我喝的很能 能够 跟这么有经验的老师分享 我自己对于可能教学 或者是对于一些专业领域上的一些看法 我就觉得 每次在这样子的学习过程中 其实都让我觉得 非常的 获益 然后也教导我变成一个更谦虚的人 嗯 对啊 我是想 对啊 就是我在 上这些课程的时候 其实你也会留意到 我其实不管是 音乐 音乐 艺术或者文学方面 体育的课程 我其实都 希望自己能够有多元的接触 然后 嗯 我觉得不管 啊 这个世代呢 已经不是 一个专业 就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活得很好的 的社会了 所以我希望我们 不管每个人吧 嗯 我自己 我自己或者是 对啊 镜头前的你 我们可以在毕业之前呢 培养起自身的专业 然后还会有一些软实力 或者是 能够带给别人什么 比较独特的地方 然后让我们成为一个多元 然后丰富的人 然后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能够存活得很好 然后 也可以 嗯 也可以成为自己心中 想要成为的那种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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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